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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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有一場下雨吧 然後沒打 那我是選手 我們一起跑步 那時候他應該是加入第一年下半季 在跑步中 也就突然問他想不想穿17號 因為他在U21嘛 他在那個國際賽是算17號 他投得很好 那進來的時候也投得很好 那我那時候也 我知道我快下坡了 已經投不好了 所以想說你喜歡算17號 那17號也投得不錯的 是不是換你來展露17號的 在球隊黃牌投手的那種意義 他也說你真的要換 換啊明年就換啊 就這樣 今年第一輪指名 選進來的新秀林紫薇 要來進行中華直放的初登版了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也沒有想那麼多 當中都穿14號 然後好像吳王棋司 他問我說要不要穿17號還是怎麼樣 感覺一開始是開玩笑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好啊 他說你真的要 然後好像之後就說那這件很重 他說什麼 17號有擺勝嘛 擺救援嘛 他那時候就跟我說要擺中機吧 還是怎麼樣 就是三個都有這樣 穿了隔年之後他就 不如以往的 成績啊 或是在生涯裡面就開始非常的不順遂 所以從中會跟他說17號很重 那有可能穿了不順遂 想盡辦法找回17號的那個榮耀這樣 其實他就把那個衣服給我 他說這件很重這樣 其實後面受傷那幾年 他一直問我要不要換背號什麼的 其實後面我有動搖 然後我跟陳蔡說 我可以換背號 他說你就繼續穿嘛 他就這樣跟我講 然後就繼續穿了 其實那時候算是 沒有別的 沒有別的條路可以選擇 因為畢竟前面都選擇保守治療 然後因為 這條路你沒有走過 你不知道先選擇保守治療會比較好 還是開刀後會比較好 這都不知道 可是因為 我會練 然後也一直都在練 但是 面對比賽的時候 的隔天有時候 疲勞感來的時候 其實手的狀況就不是自己所想像中的那樣 那 當然會一直去懷疑說 為什麼我每次丟完球 我也做很多治療 可能訓練也練了很多 那為什麼每次遇到 還是會碰到這些問題 就還是會有點 對自己有點懷疑 然後 那一陣子的 那種 Live BP 然後是丟完球的隔天是 手是腫脹的 丟完隔天是腫的 然後我隔天可能丟球都會很不舒服 我有時候丟完球隔天又要吃消炎藥 才有辦法 就是讓手削一點 那這樣 這樣的 反反覆覆的這種 情況下 我覺得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循環 然後我覺得當下跟防務員就直接說 我想要 以最快的方式我要去看醫生 我就算 就算照出來沒有斷掉 有股市我也要開 我不管這樣 我其實要開 我記得好像在2021吧 好像21的春訓 他在一個Live BP投完之後 他說手好像有一個聲音 那最後檢查是斷掉 所以那時候有點 我有點內疚是因為 好應該是我急著希望你 來幫助球隊貢獻 把你逼到你最後爆掉 對 所以那時候就有點好像是他 完全不能投的樣子 比較內疚 所以 後續他的治療 他的復健就 然後去安排他有很多地方去 希望他可以再崛起 從那時候高二高三到我大一 是只會在那兩三年間 在業餘真的就是 他就是最好的那一位投手 對 那 他先進來直棒 對 那後面進來之後 就知道他受傷 對 那 就是看著他這樣一路下來 就是還蠻 不知道蠻 蠻 看起來是蠻辛苦的 你在業餘的時候 你覺得自己是頂級的選手 你來到直棒 你會發現 怎麼自己變得沒那麼好 然後加上又長足受傷 其實心裡會往下 但我覺得紫薇讓我很佩服 有很欣賞的就是 他即使在不好的時候 他每天還是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 然後不管是訓練 還是什麼課表 他都做得很滿 每天看到他 我就會跟紫薇說 紫薇 放輕鬆一點 有點緊繃 因為覺得他太 就是很認真 但這個故事也可以告訴我們 就是每個人只要很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帶著那份 怎麼講 目標 他就可以一直前進 那他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 前幾年在二軍 我們其實一直會 就是會遇到 因為那時候二軍也在復健 那我前兩年長時間在二軍 那其實我們很多時間都會 一起出去吃飯 然後一起練習 一起幹嘛這樣 那其他的辛苦 我都知道 對那我剛好也有辛苦的時候 就其實 我覺得有時候人就是剛好很互相吧 那他剛好又住我家隔壁 那以前我買這個房子 也是他介紹我買的 那可能就是這個緣分 然後感覺就是 要讓我們就是一起扶持 一起努力走這條路這樣子 滾地球 二壘方向 林祖傑交給林靜凱 再送到一壘 再見雙殺比賽結束 同一賽分師隊最終是五比零 再施厚公主題日 最後一天順利收下勝利 也幫助了先發投手林子維 終於再次拿下了比賽的滲頭 這一生對經過了這麼多傷痛的投手來說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也不知道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沒有想過 這麼多天沒有拿滲頭 因為沒有去想到這些東西 我記得就是自己有印象的滲頭 就是帶新裝隊兄弟那一場 之後有沒有滲頭我不知道 因為有時候丟中技 我真的丟中技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滲頭 或是拿中技點 其實那個我都不會去記 但可能比較專注在 我自己隔天的身體狀況吧 今天拿下MVP的就是睽違 兩千兩百三十四天 再次拿到滲頭的格格林子維 也那麼多天沒有拿到滲頭 我覺得當然就是 算是一個 也是一個新的開始 那我覺得這一勝就代表說 從以前到現在這樣 這一段路走來 面對很多失敗 至少在這一勝當中 我有拿到勝利 或甚至是有成功的那種感覺 那往後的一些比賽 當然就是盡量讓自己 能夠拿越多勝越好這樣 看到兩千多天 那我覺得哇真的 其實老實說 就很不簡單吧 因為我覺得這個過程 就遇到困難的時候 連我自己都會想要放棄 那更何況是他遇到這麼多困難 那他還是堅持到現在 那就希望他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我只是要我看著他 他還是一直很專注在做好 他每一項工作該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運動員最最珍貴的地方 從大起大落這樣 然後又拿到勝投 很開心那一天是 自己有貢獻一點力量 幫助他拿到勝投 不知道什麼就是 覺得他明明就很努力 但為什麼上天會給他 那麼大的考驗 那我覺得 如今他已經撐過這個考驗 他拿下了勝投 我覺得對他來說 心結也已經開了 然後他未來一定會越來越好 我不知道就覺得 尤其看他們就是突破了這關 就會自己會更感動 對 在上週確定拿下勝投之後 會回想他當選手 到我當二軍教導他 到我當總教練的這一路下來的這一勝 我知道他很辛苦 但這個擁抱只是說 你的成功已經有看到 但他的生涯必須在 從現在起不一樣的表現 他自己要再更為努力 或者是更為去貢獻他 前幾年所措施掉的一個生涯領 所以必須給他一個擁抱 告訴他往後自己要加油 沒有特別會去期待什麼 我覺得 最主要我還是想要健康 然後有辦法在球場上 一直不斷地持續投球 然後為球隊貢獻 我覺得這樣就好 因為健康對我來說 就是最大的課題 我首先要把這個做好 我才有辦法去面對更多 一些後面的挑戰 或甚至能夠幫助球隊 拿到更多的勝利 就是這樣 就是春訓的時候被我們訪到哭 你有想到那時候會哭成這樣嗎 沒有 因為那可能是當下的 算是也比較低迷的情況 因為畢竟那時候剛復健回來 然後一些過程可能比較辛苦 自己心裡憋得太久了 對然後一直到現在其實心理調適也差不多了 真的要哭也很難了 我現在要哭今天有點難